欢迎来到Joanna澳洲生活 现在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告诉我 Joanna我有高血压了 的确高血压在我身边包括我自己家里 我的妈妈 越来越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高血压这个年纪 原来觉得高血压是老年人的一个专有的一个疾病 那么现在那个年纪是越来越年轻了 而且高血压的确是 我们危害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大的隐形的杀手 它会引起什么呢 引起心衰心梗老梗也就是中风了 所以它是还有一个呢 它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肾衰竭的 以前呢我妈妈她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是已经有好像有三四年的高血压了 那么我我妈妈呢就是腿呀 是肿 就是因为肾衰竭嘛 它会引起腿肿 就肿的像两个大象腿一样 的确那个时候 我对自己的健康包括养生是一无所知的 那么我也去看病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你妈妈是肾脏衰竭啊 因为吃了很多的药也有很多的疾病 那么引起这个原因呢是身体的原因也没有办法缓解 所以我妈妈几十年那个腿呀都肿得像大象腿一样 挺吓人的 那么通过这么长时间我就是调理我我的妈妈 但我没有高血压目前我还没有高血压哈 就调理我妈妈呢高血压呢我就积累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经验 今天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实际上有我们身体自带一个血位 就可以缓解高血压 它是一个什么血位呢 它就是我们头顶啊 百慧穴啊 百慧穴这个血位 呃我以前有分享过 就是我们头上什么头晕啦 头痛啦 包括我们失眠啦 啊这个头顶这个百慧穴是非常好的一个血位 那么这个百慧穴呢也是我们的高血压的一个克星啊 它就可以调节我们的高血压啊 高血压可以调节低 那么低血压呢 它也可以调节高啊 所以它可以调节这个嗯 血压高的一个问题 那么怎么来做呢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用爱揪的方法啊 我呢有好多好多的工具了哈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部分嘛啊 一个呢就是这个你看这个是比较 叫做比较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最大号的爱揪 然后我还有个架子 因为这个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这个 因为什么呢 它很方便你比方说 呃我要爱揪哪个地方哎 把它一拉哎我就对着我的血位 比方说我要爱揪我的百慧穴了 我就一拉哎我就对着我的血位就可以了啊 就不管它然后我就我就只需要看时间 所以很方便这是我其中的一个哈 那么另外一个人那个很多朋友说哎呀 九王大你这个太好了 但是我没有我怎么办 那么呃最简单的就是这一种啊 这个我这个也是我以前以前也经常用的哈 现在也用哎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就是里面有一个铁罐子啊 这个一个铁罐子啊都有的网上都有一铁罐子 里面呢就放这个小小的呀 这种小小的爱条啊你买这个时候 它就配的你就就买啊 把这爱条呢点燃以后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以后把它把它关起来 它自己会冒烟的 而且呢非常方便啊干嘛呢 就往头顶上这么一放 我把它固定啊我把它固定一下 啊就固定一下 啊就固定也是非常方便 它有一个那个这个你看这个固定的条 把它固定也可以了啊 这个也很方便这是其中的这是第二个哈 那么这个呢 我还有这一个啊这个也是用固定的 但是它这个比较面积大 所以你就坐在那个地方哎 我就把它放在头上就可以了哎 这样也可以也非常方便 你如果你要觉得怕掉你就把锁扶一下也很好 好这是这是我的工具是三个 那么爱条呢就是目前我的爱条就是四个了哈 你看这是最小号的 最小号的是用工具里面的 然后这是最大号的啊 我还有这种这种号的这种号是很普遍了 这种是我们所有的啊在国外的中药店啊 中药店中药房里面都有卖的这个是最多的这一种 这一种呢呃我看中药店里面好像没有也只能到那个网上去买了哈 这个我也是呃我自己在呃那个网上去买了以后寄过来的我每次寄很多来 所以我的工具呢有三个但我还有我还有其他的工具 我没有全部展示出来我要全是展示出来 我我特别多的工具我各种各样的工具都有的 经常我跟别人开玩笑的时候我们家都可以开一个啊就是养生馆了 但我不我不开的啊我只是呃那个呃就是帮助家人的哈 好这是工具有有三个那么爱条有四种 那么这一种怎么样呢这一种呢就是这一种呢就是点穴就是一些小的血位 比方手上一些小的血位我就用这一种 那么平时我用的也是这一种你看我点燃以后我就可以用手拿着 把这个地方就是固定在头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他是明火挨着你在 你要不是不注意你你很容易就是把头发给给烧着 你看这个他都是有网子的啊像这个他是有距离有网子的 所以他都烧不着那这个就更好了这个他没有没有明火在外面 所以放在上面就很放心 那么这一种呢我相信现在大多人家里面都没有我的工具 只有这一种或者是这一种啊都没有关系 就点燃以后你就放在这一方或者实在不行你盖一个 嗯一个小小的毛巾啊把它隔起来真爱 然后呢就来回的这么走一下这样的不不容易让你的头发给燃起来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哈 那就这个地方用手挨着这个地方他就有个距离 然后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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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这个地方 这爱的过程当中你是有感觉的啊你觉得哎有点热度了 然后你就稍微啊往上一下就是自己调节你的温度 这一点很重要哈你要去感觉这个温度啊 这个这样子这样爱爱就那么爱就多长时间呢 一般你呢就爱就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说你这个手举个10到15分钟不会觉得特别累啊 这一点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那因为很多人朋友觉得哎我爱就了那我就既然点着了嘛 那我就多爱多爱就一段时间 所以一定不要爱就时间就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啊 这是这个血位呢他就很快的会调节你的那个血压高的问题 特别是今天我觉得我没睡好觉或者是我头晕啊 我失眠我头痛哎你就把这个血位爱就一下啊 所以他是一个我觉得是是就是说呃百四百零的一个血位啊 这个血位很重要而且又好记啊很简单 这是一个血位啊就一个血位就可以把高血压给调节过来 那么呃我刚才说了要注意的就是每天也不要每天爱就了 就一定不要长时间的啊每天去爱就啊 我经常跟大家分享再好的东西不要每天吃 经常也有一些网友就问我哎 久安打我吃这个我能不能天天吃啊啊 我能不能够一天吃多少多少多少啊 所以什么叫养生呢 养生就是根据我自己的情况 我今天比方说我血压不高 我头不痛我睡眠很好你就不要去爱这个血位啊 除非你就是出现一些就是头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再去爱就爱就呢也不能够说哎呀我今天不舒服了 我一爱就爱半个小时爱一个小时啊 那不行的啊 所以他是一个养生就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十到十五分钟不要每天爱 如果我是正在高血压进行调节 就是隔天爱一次十到十五分钟啊 这一点很关键一定要注意 那么另外呢还加两个血位啊 这个已经血压血压已经调的慢慢慢慢可以调的比较正常啊 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血压高一定要去看医生 医生让你吃药一定要吃药不要是因为说很多朋友说哎 九万那你又不是医生你你你你你就在这里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是我因为我照顾高血压的病人 呃好几十年了我用这个方法也很好 而且我妈妈现在因为高血压正常也不需要吃药了 所以我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 但是你的情况不一定跟我们的情况是一致 所以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去看医生啊 这是我要强调一点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把这个血位爱完了以后呢 那么最好还加两个血位 第二个血位是什么 就是关元穴 关元穴就是肚脐啊肚脐的下面四肢啊 你就你上面对的肚脐下面这个地方就是关元穴了啊 就自己你看啊就这个地方就关元穴啊 就是你就爱也是爱救过十个十五分钟 这是第二个血位 那这个血位是干嘛的呢 就是雇本培缘啊 我们每一个人什么叫雇本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巩固我们的本本来的一个元气啊 培缘培育我们的元气 因为很多人呃就是从生下来到老了 是因为他的元气慢慢的衰竭 那么我经常爱救我们的关元穴呢 就可以恢复我们的元气 但恢复到年轻的时候是不可能 年纪越大那个元气越衰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缓解我们这个元气衰的啊 不要太快啊这个就是这是第二个血位就是关元穴 那么第三个血位呢就是涌泉穴啊 我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个天一个地啊 天就是头顶摆会地就是什么 地就是那个涌泉穴 涌泉穴呢也分享过 涌泉穴也很好找 就是那个在我们的那个脚脚板脚板的正中间这个地方 也是就爱救这个地方啊 什么方法爱就可以啊 就爱救这个地方 10到15分钟啊就可以了啊 所以这个血位就三个血位很好找 我我可以把这三个血位的地方 我也放在这个图啊 放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这个头顶的血位很好找了 两个耳朵尖尖往这往中间一对 两个手一接近 中间这个地方 这就是这个就是那个那个百灰穴啊 头顶的百灰穴 那当然我们做爱救 因为他不可能是点到一个血位 他有一个面积的 他这个热度下来 他是一块 所以没有关系 就是说呃 不需要那么确定的一定要在一个点上 只要在这个地方 他整个这个区域都可以爱救到 这就是爱救的一个妙处啊 非常好的一个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是一个非常好的 缓解高血压的一个方法 那么不管是呃 家里有人得高血就有高血压的 或者是就是血年抽比较高的 在高血压的边缘的 那么都可以隔三差五的呢 来做做这个爱救 其实呃 做爱救就像我们就是 机就是汽车的保养一样 就经常的要保养一下自己的身体 特别是要聊 我经常跟大家分享 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哪些地方有问题 那么从这个自己的问题的地方去找手 去保养自己 呃 因为高血压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一些呃 疾病都是致命的 你比方说老梗 心梗呃 我们经常会有人讲 有的人可能老梗就走了 那么心梗就走了 肾肺节都走了 其实他们这些问题都是因为高血压 长期的高血压 自己又不注意保养 啊 不知道怎么去调节自己啊 造成的这种致命的一些原因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呢 希望那个身体 就是有高血压问题的人 能够慢慢的把高血压的问题 来缓解高血压 而且呢 都能够健康 长寿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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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